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嘉伦的名声才真正开始 我们不要说这是家喻户晓的名字 至少在各种各样的频道上都能看到他 其实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努力来的 要知道从一个十八线艺人奋斗到娱乐圈的顶尖 没有一定的毅力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事业顺利的同时 任嘉伦身边总有美女 然而这些美女只是伴侣 只可惜任嘉伦和他们对这部戏没什么好感 当然并不是任嘉伦不喜欢美女 如果真有美女敢这么说 只能说太虚伪了 世界上没有人不喜欢漂亮的女人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只是任嘉伦又不喜欢美女了 因为她是个已婚男人 妻子聂欢在她成名前就一直和她一起受苦 然而让人十分不解的是 聂欢虽然曾经是圈中的女艺人 但她的外表并不美丽 甚至可以用相貌平平来形容 任嘉伦为什么选择她 这得从任嘉伦合作过的一些女艺人说起 我们先谈谈杨子 按道理 杨子比任嘉伦小三岁 她在欢瑞公司工作 所谓进水楼台先得月 任嘉伦为什么不从她开始 等一下 看来我有点太鲁莽了 你应该知道 杨子的前男友秦俊杰也在欢瑞公司 任嘉伦再帅也不是做事的方式吗 当然 任嘉伦的好性格 我绝对值得信赖 虽然事情在娱乐圈已经建筑爆端 当真的发生在任嘉伦身上时 会真的很了不起 况且盛唐演绎热播时 景田的知名度相当高 毕竟她还有一个男朋友张继科 她是乒乓球世界冠军 不过 这不会影响她与任嘉伦的合作 这出戏里有很多亲密的元素 看着任嘉伦和景田的甜蜜爱情 我甚至一度忘了任嘉伦是个已婚男人 不过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任嘉伦和景田都是非常专业的演员 他们的演技非常自然 不会受个人感情的影响 让我们热烈鼓掌 但任嘉伦真正想感谢的女搭档 真的是谭松韵 毕竟是在景仪之下的带领下 任嘉伦才有了今天的名气 如果换成不那么可爱的女演员 估计这出戏不会很受欢迎 谭松韵的外表并不是特别敬艳 但她的性格却极为直率 前段时间 她还曾到法院为母亲讨回公道 值得称道 谭松韵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女演员 她也是一位难得的最佳搭档候选人 遗憾的是 任嘉伦结婚太早了 如果任嘉伦还是单身 还是有一些希望的 这些与任嘉伦合作过的女演员 当然非常漂亮 从大众审美的角度来看 他们比聂欢更适合任嘉伦 注意我用的是出现 聂欢虽然长相平平 但在任嘉伦走红之前 她就努力陪着任嘉伦 这些仁慈永远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 更何况任嘉伦并不是靠炒CP来上位的 所以身边的美女只是任嘉伦的工作伙伴 在家安静工作的聂欢 是任嘉伦最关心的人 无论美女的条件有多好 都比不上聂欢对任嘉伦的努力 这才是任嘉伦最终选择聂欢的真正原因 幸运的是 任嘉伦成名后 她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 仍然用自己的方式 证明自己是一个非常勤俭的好丈夫 她没有所谓的偶像负担 她可以做任何工作吃任何苦 最后我也祝任嘉伦和聂欢相爱许久 他们一直幸福下去